现在有请顾问经理级Tammy Lui Hello 大家好 我叫Tammy 谢谢大家 我有十几年的时间做音乐的老师 就是做part time 我2010年就加盟shop.com 在2014年正式启动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在2014年 看到有一个证实可行的计划 就是做master UFO 当我认真做 跟着团队去做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生意真的可以成功 于是我持续做 在这个生意里面坚持继续做下去 当我完成了顾问经理级的时候 我自己在想 到底怎么样可以令到团队更快地赚到钱 大家想不想? 想的话 真是 我跟着用尽方法去听不同的录音 去不同的会议 去找方法 怎样可以令到团队来赚取更加快的收入 于是 我去发现 有个方法 一加点之前的方法 我是用稳健提升 就是说 我自己去大会 我也会邀请我的伙伴一起去大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是这样 接着下来 我发现这个方法 是另外一个方法 当我听了很多不同的会议 很多不同的录音之后 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之可行 就是不单止我去会议 我邀请伙伴去会议 还要邀请一些 真是想找机会 一些的朋友 来到去会议 这样才达到有杠杆的效益 在这么多的录音的里面 这么多的会议里面 我有三位的speaker 非常之欣赏 就是这三位speaker 影响到我 怎样去继续做快速做这个生意 第一位大家都知道 就是Johnny 当他开错了解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去美国去查考 去美国查考之后 他发觉这个生意证实可行 他于是问 当场每一位的大Leader 到底用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成功 当时大Leader如何去回应 他就会说 最快方法 买票买票 当时Johnny听过之后 他回去台湾做什么动作 大家知道吗 买票 买多少张 60张 买完之后 大家想想 大会飞香港的1089一张 60张是六万多元 他一次过买了六万多元 买完之后做什么动作呢 最重要是第二个动作 尽力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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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卖完票之后 24岁已经成为总顾问经理级 达到七万六千六 我很有兴趣 到底这位Leader 怎样可以赚到钱 原来当年 几年前 他就是去一场Local的会议 当年 他带着一位伙伴 去找到Johnny 于是就问Johnny 怎样可以快速成功 于是Johnny说 好吧 那你买三张Local的门票 大家心不心识 买三张就可以 Jonathan 他再问一问 可不可以再快点 黄恒星当时说 你买九张 于是Jonathan再问 可不可以更快 当时你知不知Johnny 他答的是什么答案 买票买到手都震 大家有没有曾经试过 买票买到手都震 当时Jonathan 他在想 有两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就是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 是不是真的 第二 不试过怎么知道 于是他真的落实 买了 100张Local的门票 我真的觉得非常之震撼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 于是他在每一场 每一个星期 买到门票之后 他不是就这样就算 他买了之后 每一个星期 和他的团队一起去谈 如何买票买票 落实去买票买票 所以 他能够得到NSC三年 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第三位 我进去马来西亚 去扩展业务 这个情景就是马来西亚的 Local的表扬时间 在这个Local的表扬时间 大家看到 Vegina在这里 这个级别 就是总顾问经理级的级别 四周赚取76,600 那想大家看一看 就是大家图的最左手边 有一位粉红色衣服的 这位女士 帮她表扬的时候 她说她成功的提示 她说她是一位家庭主婦 她说我什么都不懂 只懂得什么呢 大家说得对 就是买票买票 一个家庭主婦 什么都不懂 她只懂得买票买票 都可以成功 我曾经在上个星期 真的亲自听到她说 原来她已经是八万元桌 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厉害 原来当我们真的去focus 去学习 怎样去将票卖出去 知道她不知道 怎样去跟别人说plan 但是她知道 借力在整个平台非常有用 所以大会买票买票 是不是非常之有用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不会去买票 也会不会尽力去买票 说到买票买票去大会 为什么要来大会 因为大会是用两天零一晚的时间 最快的时间 最快的速度 香港人是不是很喜欢 香港人是很喜欢 如果没有大会的话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事业的蓝图 我们需要去第一 超联所事业简部会 去了解到底这是什么生意 第二 我们要去成功换要缺 去了解到底这个生意 我们怎样做可以成功 再来 我们还去了解 不同各样的货品 产品 我们怎样去了解 产品的成份功效 全部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了解的时候 需要约时间 大概整整两到三个月 聪明的香港人 会不会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去评估一个生意 所以大会非常之有效 大家想用借力 洗力 不费力的方法 用杠杆原理 还是稳步见仗 用稳步的方法呢 我相信聪明的你 真是用一个什么的方法 杠杆原理 大家想团队下一次来大会的时候 翻倍吗 想的话 要怎么做 买票 对 买票 买票 最后想说 一个故事给大家知道 在两个星期前 我跟随团队去台湾大会 再跟着 第二个星期 就去马来西亚大会 来到今天 就是香港的大会 在两个星期前 我有一位香港的伙伴 他已经是sign up 了一位马来西亚的伙伴 新伙伴来的 但是这位伙伴 不愿意去马来西亚大会 于是这位的香港伙伴 很努力 当他去到台湾大会的时候 问在场成功的每一位Leader 怎样可以邀请这位马来西亚伙伴 去马来西亚大会 于是每一位成功的Leader 都教他怎样去做 他每天 不断地去send message 不断将这图 send给一位马来西亚的新伙伴 就是这样 正正几天的时间 打动这位马来西亚伙伴 真是去到马来西亚大会 非常之好 而当这位马来西亚伙伴 去到大会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生意 这个场景 真是正实可行 不用我们怎样说 他自动已经是出去 买三张的马来西亚 下一次大会的目标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坚持 不放弃 努力 把最好的给我们的partner 我们的partner 真的会被感动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大家的梦想 大家的梦想有多大 大家的梦想有多快成功 如果大家想快速成功的话 带着梦想去买票 用票来到去完成大梦想 大家下去加油 C at the to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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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k вн 出去